你希望在云端上处理,或者说你可能刚好那台电脑里面本身没有Excel的话,那个跟云端硬碟的相容性好不好,那当然你可以怎么样呢,其实你平常就可以,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,你可以练习怎么样,把我们的范例档,直接也许你建立一个资料夹吧,反正你这边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,新增资料夹,名称,假设某一个叫什么,我叫一个TEMP好了,那你可以怎么样呢, 可以把它丢上去练习,那不过丢上去之前记得,它的右上角有一个设定,齿轮嘛,记得呢,把它转换成它的编辑器格式,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从Excel丢上去的东西,这边如果打勾的话,它会帮你把Excel转成什么呢,Excel转成它的Google,Google的试算表,我们Excel就Excel的试算表,丢上去的话呢,它叫做Google试算表, 它名称改了,那怎么知道有没有转成功,这个我先不打勾好了,如果你不打勾,我们把那个范例档,比如说我们的范例档,假如,这边的,我看到我们的,我的范例档是放在,这个,OK,然后, 然后,检视与参照,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范例档丢上去,其实你可以这样丢啦,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就按右键,这边有个上传档案都可以啦,那我的习惯是直接看到就丢这样子,比较比较方便嘛,丢上去,那因为我第一,我刚刚是没有先,没有打勾的话,它丢上去的,打开来,它会变成,它没有转, 它还是e sale,只是说暂时放,所以它没办法帮你整个打开,它只能让你预览,所以如果说你今天,希望能够转,丢上去的同时,顺便转成,那个,Google的话,记得,设定里面,把这个打勾一下,按完成,那我们再丢一次, 你会发现呢,它除了会传上去之外,也会顺便帮你转换,可是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转换,跟没有转换,其实最大的差别,各位可以看一下,这边会有一个,这个是原来的,这个是转的之后,看那个图示就知道了,OK,不同的图示呢,它会有不同的那个样子,那如果你不习惯用清单,你这边有一个什么, 我检视窗,这样看,这边也有啦,我习惯用那个清单,因为这个好像图太大了,我习惯这样子,这样感觉,然后呢,如果你把它打开来的话,它就会直接把你开在,就是云端上面,那当然刚刚的动作,其实你也可以试做看看,但是大概九成的东西是差不多一样的,可是还是有部分不一样,比如说定义名称看看, 它的定义名称的方式,因为定义名称,它应该是没有那个,就是什么,刚刚那个什么,从选举范围建立,可是你说,它可不可以建立名称,可以啊,这个名称可以先复制一下,然后怎样,这个,移到这边,然后,窗格,它这个窗格,它没有那个窗格,所以变成你要怎么样,在这边, 这个,然后你可以从什么,从资料里面,有个什么,以命名范围,也许这边可以啊,再把它贴上,编,这个叫编号的,按一个完成,那就有个编号了, 那再新增范围,比较麻烦一点,它没有像那个什么,从选举范围建立,不过还是可以建立,那再来你可以在这边用lookup,比如说我们刚刚用过lookup,那我们刚刚是用插入函数啦,不过它比较麻烦,它没有插入函数,也没有分类,所以怎么办呢,你必须要自己打,等于,等于什么lookup, 诶,有没有出来,这边有出来,那后面呢,还是请自己打,它的差别在这里啊,不能选啊,变成你要自己,自己慢慢这样选啊,不过我是觉得做习惯好像也还ok啊,这个是抓他的姓名,然后后面后瓜糊,那最后按个打,没有打勾啦,enter啦,OK,那帮你抓过来,诶,有了,刘红军抓过来了,有没有,那其他的话可不可以复制,可以啦,就是, 按,不过我看一下它这边有没有F3可以,像这边这个是F3嘛,那我看一下如果delete掉按F3,它没有F3,所以不行,它没有F3这个功能,那怎么办呢,你可以怎么样,自己打字,编号可不可以,enter,也可以啦,啊就是,呃,就多一点点动作啦,它没有F3,所以, 你要怎么取得F3,啊就打,自己打编号两个字不就好了,所以有些地方,我是很习惯这个啦,因为常常在改环境啦,对我来说,反正,呃,你不要依赖那个方便,它只是要给你,给它一个什么对的东西,它就给你对的结果啦,所以,呃,所以这使用习惯,我自己是觉得大部分都一样啦,可是对有些同学来说, 只要有一点点不一样,好像感觉都不一样啦,哦,但是这个好处就是说,你除了可以没有Excel,你也可以做事情之外,第二个是说,你在手机上面,平板上面,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, 所以即便,像有的时候啊,你在平板上面没有Excel怎么办,那用这个就好啦,可不可以做一点事情,可以啊,简单的来,至少打开看到,你可能需要一些报表的资料,打开可不可以,没有问题啊,随时打开可以看到,那简单编辑可不可以,也可以啊,对不对, 那如果你这样比较复杂的话,那你再把它在Excel里面做就好了,那在云端上面的东西,你传上去,它一样可以让你去做下载,一样可以让你下载成Excel,所以Google试算表跟Excel试算表,两者之间,其实是相通的啦,它可以上传,也可以下载,就再把它下载回来,那另外当然,有一些功能,是甚至它比那个Excel更强大的,比如说,我常用到像, 发布到,发布到网,网路有没有,比如说像Excel档案,你要把它变网页嘛,那以往哦,你要把它变网,网页哦,其实,很麻烦嘛,哦,那可是如果说你像这个的话,就没有麻烦,你如果要把这些资料发布到,给人家看,人家手机上也可以看,平板上也能看的话,很简单嘛,你只要,就是用这边有个叫发布到网路,那发布到网路哦,他会问你说,那你要发布的是,哎,哪一个, 这整份资料呢,还是只要发布某一个,某一个工作表,比如说我要发布是,Lookout这个工作表,那你要发布成什么东西呢,你要发布成网页呢,还是CSV,还是PDF,都可以哦,连PDF都可以,就是发布出去哦,他如果下载下来,就是一个PDF档,那这个PDF档看到画面,就是你这个工作表里面的画面,还蛮方便,那这边,你可以用网页好了,那把它发布出去, 那是不是要发布呢,确定好了,他会给你一个网址,这个网址呢,你可以寄给人家,或者是传给他,用Facebook,不过他没有LINE啦,LINE可能你自己要,自己用其他方法贴哦,那你可以,所以如果对方收到的话呢,他会直接连到这个网址,这个网址,把它复制一下,那如果说对方收到,对不对哦,他就,嗯,收到这么一串,哇,好长一串对不对,然后Enter, 你会发现哦,他就可以看到,里面,一次有里面的东西了,就这个,但是他只能看,不能修改,就唯独啦,所以如果说你将来要公布一些东西,给人家看的话,很简单嘛,你就是把它转换成,那个什么,发布成网页,或者是PDF档,啊,如果你要,你们也可以玩玩看啦,比如说发布成什么,PDF档,然后这个地方的话,如果有修改, 如果有修改的话,可能要出去再进来,这边一样可以做那个,发布成那个什么,比如说这个lookup,然后发布成PDF,然后里面的话呢,啊,底下这边要停止发布,停止,啊,换成PDF档,你也可以发布,哦,OK,然后呢,这个时候呢,一样会产生一个新的连结,那你可以怎么样,一样就是再给他,然后他假设,嗯,连过去了, 这时候呢,就会自动下载一个PDF档,如果他在他的手机里面,就会自动跳他那个,可以看PDF档的那个软体APP,可是如果没有装,他会提示,可能用什么样方式去安装,那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开起来,那这个时候呢,他就会是一个PDF档,看到PDF档,啊,你可不可以列印,他可以直接列印出去,OK,所以其实这个,我觉得,这个部分的话,对于那个,一般的使用者来说, 已经相当的方便了,那可是问题,啊,有些同学说,老师那这个网址太长了,对,那我给别人啊,别人会记不起来,对不对,没有关系啊,啊,另外第二个说,老师最好这边,除了网址缩短之外,可以给一个QR Code,那更好,因为手机或平板呢,他只要一扫,有没有,就可以连过去,那更方便,也许你将来要发布,发布一些,啊,就是一些,一些业绩报告啊,或什么的,然后请同仁自己去 看的话,那你可以怎么样,产生一个QR Code嘛,啊,他扫一下就好了,而且蛮完整的,啊,那你怎么做呢,其实可以把它复制,啊,利用前面讲过,GOO.GL, 有没有,这个GOO.GL,应该有,有讲过啦,enter过,然后把刚刚的那个,那么长一串的网址怎么样,把它贴到这边来, Shootern,Shootern之后呢,他会帮你产生一个短的网址,啊,你可以把这个短的网址给人家,第二个的话呢,如果说你要,给人家那个,QR Code的话,在旁边呢,多一个啦,就是你贴上之后,他已经会帮你产生短网址了,那他的QR Code在哪里呢,QR Code在这里,躲在那个三点边这边,啊,OK,那你可以怎么样呢, 把这个QR Code点击进来,就会有个QR Code了,啊,另外呢,将来当然你很关心说,哎,到底有没有人进来看啊,对不对,我怎么知道,其实很简单,啊,你就直接怎么样,旁边会有一个,假设我们这一般的,啊,有一个什么,这个,分析的Data,啊,OK,你可以点击它,那,所有时间的连接次数,跟每个月的连接次数,还有每个星期的连接次数, 这边通通会出现,包含就是它怎么进来的,用电脑还是用手机,有没有,哎,而且甚至,啊,如果你们是全世界的,这个,啊,那个公司的话,哎,那你可以看到,啊,哪一个区域连接来最多,它会有不同的国家的那个,所以你如果是国博,全世界的,哦,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管理,可以看到说,啊,哪一个,那个,啊,分公司的那个, 员工,啊,用QR Code最多,那你就可以,或者甚至像我的喜欢是分好几个,嘛,反正就不同的,可以用,有不同的分析结果嘛,啊,利用这样的方式,哎,其实可以,啊,多一些的延伸啦,所以刚刚同学,有问到那个,就是说, Excel试算表,跟Google试算表的差异,OK,第一个是,其实,啊,会有操作上面,啊,蛮多地方不太一样的,哦,这个技巧,我想,也许如果动作比较快啦,比如你,这个范例座,我们刚刚的范例座,你可以再把它传上去,再做一次嘛,多做个几片嘛,哦,应该就慢慢熟了,像我已经很熟,这些,这环境啊,上面差不多就这些东西啦,啊, 那第二个,你可以继续找找看,它有没有什么功能是Excel办不到的,是比Excel更强的,那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,还有更多啦,还有很多其实都没有讲到的,那最后就是说,那个,在Excel里面可以写VBA,可是呢,特别主要,在,因为VBA是Excel的,可是Google它不支援VBA,但是它有另外一套东西,它那一套东西叫做Google的APP,APP, APPs加S,APPscript,有点类似像JavaScript的东西,然后它那东西,是在这边啦,叫什么呢,工具里面有一个叫做,指令码编辑器,OK,这个指令码编辑器的话呢,就是跟那个VBA,有点类似,可是呢,又是另外一套,不太一样,可是其实基本上,只是,呃,语法上, 上面的差异,但是概念上都差不多,物件导向嘛,就是说,我今天要控制,呃,工作表里面,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,储存格哪一个范围,做什么事情,那基本上很多都雷同的,那只是说这个东西,哦,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学习,啊,目前当然还没有很普遍啊,呃,好不好用呢,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, 因为它就等于同时在云端上面,哦,等于是VBA的全套东西都上云端的,那只是说因为这部分,哦,还比较少人会接触啦,而且,可能也没有人,没有太多人分享,就使用经验, 也许我们也许我将来会,也可以把所有这一套东西呢,全部都转移到,同样的范例,我们重新在,这云端上再做过一次,哦,还可以让出来,那将来你在,等于是地上也可以啊,天上也没问题,哦,所以,变成说我的,呃,陆军跟空军可以联,联合起来,哦,不管你现在要哪一种, 我通通通可以,呃,做出你要的效果,哇,那就不得了了,哦,啊,其实我是觉得,哦,其实台湾在,资讯这个产业,在华人世界里面还是算直牛耳的,很多地方其实都还是比,呀,就是其他的华人地区,在这些概念上都还要蛮,蛮前面的,哦,只是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优势掌握住啦,为什么我可以感觉得到,因为, 其实我东西放上去嘛,会看我的东西呢,也是台湾那为主啦,可是全世界的华人地区会不会看,也会看啊,而且很多地方也会跟我联络,哦,跟我讨论,跟我分享,哦,啊,他们当然也会希望能够学一点东西,不过像在香港,哦,哎,蛮多人看我的东西,可是他们在这一方面,因为他们之前是以观光跟,啊,金融跟观光为主,资讯他们当然不行啦,哦,所以他们当然现在也急着转型啦,不然很惨吧, 啊,现在他们景气真的非常的差,对哦,像,最近有点想说,要出国去哪里玩,一看,哇,日本在一窝蜂耶,因为日币又大跌,所以大家就,所以有时候订机票,订饭店都很难订,而且,不只难订就算还很贵啊,对,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想说,啊,日币贬值,可是你没有想过说,你那个机票跟住宿加上去, 可能还比贬值的钱,你赚,算还赚不到,赚不回来,可是反而那个,去香港玩的那个,整个价钱都当得很低啊,可是还是很空耶,就随时订其实都有,那可见的他们,啊,去那边你会发现,这些小猫没几只耶,就是,蛮惨的,香港的那个整个景气啦,所以他们也会想说,要怎么转型,因为持续效应嘛,就是很多经济啊,像,很多也可能 被取代掉嘛,像金融的地位,慢慢可能升郡上海,离他们近,都吸过去了嘛,对不对,啊,人才当然也会,慢慢也外流了,那他以往的,就是,比如英语,因为他本来是,那个英国的,哦,殖民地,所以他们语言能力,英文方面很强啊,可是现在慢慢好像也,这部分的优势可能也不在了,所以他们也很怕嘛,因为现在,而且他们物价超贵的,买什么东西都感觉, 跟台湾差很多,所以他们,他们那边赚钱,来这边花,他觉得,哇,台湾真的简直是便宜啊,太便宜了,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啦,那这个当然,我提一下,就是说,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,可以了解啦,因为同学刚好问到,所以我就提一下,有关Excel跟Google之间的差异,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那有兴趣的同学,你不妨就是说有时间啦, 反正前面我们有上过很多范例题嘛,那你也可以一边复习,但是复习的地方是在云端上,对不对,VBA没办法啦,但是你至少那个函数的部分,那也就是说你将来,如果哪一个部分,很多地方,如果刚好没办法用电脑, 只能有平板,或手机的话,那其实我是觉得,就是Google试算表,也不失为一个,暂时性的一个工具啦,而且它很多啊,发布的这个方法,我觉得这个我用的还蛮多的,真的还蛮好用的,尤其用QR Code连过去,可以让人家看到资料, 那看到网页,不只网页,还可以看到PDF档,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,做的已经相当的好了。